-Lock Tower opens 哈咯大家好,歡迎回來繼續收看神偷是狄章節的影片 這個東西測完以後別忘了旁邊還有一個文本可以拿哦 這個是嚴格宵禁的好處 從這個文本看起來,這個城市已經實施的宵禁了 哇,這代表說我們的行動要更加的注意小心 因為街上會都是警察,不會有平民 這邊可以得到一個食物,是給你補血用的 不過我現在玩的是潛行模式 所以說基本上我也用不到那個道具 我們的目的地中塔就在前面不遠處 這邊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個是走上面那邊 不過我不走那邊,我要走下面這邊 因為我要下來投這個警衛身上的東西 配還有一個錢袋 OK,都拿到了 這個倒霉的平民啊,一開門就遇到警察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從那個警衛身上偷到的文本 封鎖規則 看完了以後呢,我們就接著去剛剛那個倒霉平民的家裡面吧 這個可以直接開門,不用開鎖 人不見了 來收購一下他家裡面的東西 這邊如果你收購的手腳沒有像我這麼快的話 你就不要像我這樣子馬上出來喔 因為剛剛兩個警察呢,是會來回巡邏的 所以要在門口觀察一下狀況 然後再出來 那個桌面上躺的是屍體吧 那男的在幹嘛 他是在收那個屍體嗎? 是在檢查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嗎? 我看他一直對那個屍體摸來摸去的 正所謂螳螂捕蠶,黃雀在後 你摸屍體,我在摸你 啊,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運作的啊 欸,這位先生,你不覺得冷嗎? 現在這個地方正下著雨呢 啊,可惜我現在玩的是大師難度啊 不能夠傷害平民 不然的話就一棒 把你給敲昏敲死之類的 讓你解脫 不要活的這麼痛苦 說到艾琳,不知道艾琳現在怎麼樣了呢 後面應該會交代吧 進來以後呢,別急著往前走 先把這個門給關回去 後面還有個東西可以撿 有很多人 船黑的電視 都要是開車 上不至於夜 大師的巨像 尼,呢 還要不至於夜 都會打開 總會打開 不止晚 不然 真正的 在哪一個探索 你看著嗎? 那些紙通的衣服 夠足夠 剛剛動畫中有個警衛的頭上不是綁著一捆那個木條嗎 那個木條呢其實是可以用弓箭把它給射下來的 不過就算射下來也不會砸死那個警衛啦有點可惜 只是會掉到附近驚動到他而已 我們現在的目標呢是要進去一家珠寶店裡偷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呢總共有三條路可以走 我現在走的這條呢是最簡單的一條 路上都不會有敵人啊 還有東西可以撿呢 又拿到了一個文本 鐘樓再次停止了 這條路呢就是珠寶店後面的巷子了 然後爬著這個繩子上去的話呢可以爬到那個珠寶店的二樓 不過我不爬那個 我要走這邊 這邊應該算是那個珠寶店的後門 這邊有一個平民我們要小心注意必要驚動到他 要是不小心驚動到他的話呢他就會上去呼叫警衛啦 這樣的話我們就偷不到這邊的東西了 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個珍藏品可以拿呢 先把後面的蠟燭給弄洗好了 我怕他轉過頭來的時候會發現我啊 火箭 我們先偷前面的墨水瓶 啊再接著偷這個文本 來來來我們來瞧瞧這文本裡面寫的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這個文本裡面的重點並不是文字啊 而是數字739我們先記起來等一下就用到了 先把前面這個蠟燭給滅了 然後這一幅畫後面呢藏著一個保險箱 而剛剛那個739三個數字呢正是這個保險箱的密碼 威克爾 東西拿完了以後呢 這個房間裡面有一個通往珠寶天二樓的樓梯啊 不过我不走那个楼梯 啊我要走这边 好这个门打开以后呢 前面这个楼梯就要慢慢走啊 不能急啊 因为后面啊不是后面是前面啊 就是他有一个巡逻兵在这边来回巡逻 你要是太着急直接冲过来的话 可是会被他发现的 先把这个东西给拿了 我们再上去吧 不走楼梯而要走这边的原因是因为 啊就是前面这个啊 有一个守卫 从上面可以直接把他给放倒 解决了这个家伙以后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来慢慢收集这边的东西了 哇哦 这东西没有被锁起来 真是天助我也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呃 不过就算他锁了起来 我也是有办法可以把它打开就是了 只是得消耗我一些时间啊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 能不锁是最好的 Oops 马上就遇到一个有锁的 这是收银机吧 你们现在听到这个打呼声是从隔壁房间传过来的啊 真是蛮夸张的 他在隔壁房间打呼 连在这边的我都听得到哎 真是太放松太毫无防备了啊 嗯不过还是得感谢他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啊 这个珠宝店里面呢总共有三个士兵 只有我一开始解决掉的那个会巡逻而已 其他两个都是在睡觉的 这个门是正门的门啊 别傻傻的去开他哦 外面可是有三个士兵在巡逻的呢 我们前面拿到那个面具是真品 然后现在拿到这个面具呢则是高仿真的假货啊 前面这个家伙就是那个打呼声音的来源啊 这个房间里面呢其实也藏了一个保险箱 然后拿法的话不外乎就是把灯和蜡烛给熄了 再不然的话就是把这个守卫给集昏 但是以上所说的几点我都不做 我就直接给他来开锁 在这样的情况下开锁呢 你就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可以看得到这个锁是五重锁啊 非常的呃不好搞定 不管在哪一个步骤 只要不小心发生了失误 就会发出声响 而这个声响呢 就会把这个旁边只在呼呼大睡的警卫给吵醒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来挑战开锁 感觉比较挑战性 也比较紧张啊 成功打开了 来敲敲我们的战利品吧 吼吼吼 没烟手环 好啦我们接着往下一个楼层前进吧 哎又是一个呼呼大睡没有警觉性的士兵啊 这是花钱请你们来干嘛的啊 请你们来睡觉的吗 啊 刚刚有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 他现在应该在右边前面那个房间 呃我们先过来这边投东西一下 哎金杯哇哇哦 哎呦 人家吓死了啊 他过来嘞 那我们从旁边 哎哎哎哎 他看到我了 哦哦 差一点点 我们从中间的走到过去吧 哎 久等待 旁边那个房间 差点给忘记了 谁在住是首位猎犬 前面那个窗户就是出口了 不过一过去我们就回不来了 所以先把这附近的东西 哎再剪一剪啊 我们再过去吧 这边你应该看不到我吧 哎很好 哎看不到 又拿到了一个新的文本 禁币 打开了房门以后呢 我们先到右边这边来 然后哎 不用担心 直接翻过去即可 他们一个个都是瞎子啊 不用担心被看到 然后再把 他身上有两个钱袋 都通通归我啦 然后再原路返回 哈哈 完全不用担心被发现 然后再 跑过去吧 从前面那你只可以看到 前面也有个士兵啊 我们就 刚才那个时候 刚在他的屁股后面吧 你这边的对话没有翻译到啊 不过其实也没关系啊 这边的翻译你们看不懂就看不懂 倒不是說你們不要懂比較好 他們講的都是垃圾話 好孩子千萬不要向他們學習唷 他們倆還笑得真開心呢 嘴巴真的是有夠壞的 可以的話我是很想替天行道阿 可是他們人數比較多 這打的沒有勝算阿 所以還是別惹事了吧 大師難度下敵人的血都很厚阿 我這個棍子不知道敲多久還敲得死他們 然後他們倒是扛我兩刀就可以把我給砍死阿 我們沿著這個水管爬上去吧 這個火把這是什麼構造還真神奇 這個雨嬌不息耶 那倒是我用水劍的話就一下就可以把他給射洗了 糟糕我又認真了 只是個遊戲嘛別太認真 要再吃一下嗎 是嗎 灘河濁流氪也被臨壽碎掛在沙灘 是的 它是水堡 像濕圽巨磨 嘿,来吧,我只是吃了一些事之前开始了 我就是这个屎子,谁躲在这些东西 拆开它们了 似乎像是我们花了更多时间捉着我们的泪 不过负责人 那是为什么你欲望一个好处像这样的 石头不是那么糟糕 如果你没关系过咬着,咬着 不那么糟糕 这些瘍子,这些抗争,这些障碍 從他們的對話可以知道這個城市現在的狀況真的是非常的糟啊 各種疾病、抗爭和封鎖 感覺現在有什麼我們所不知道的陰謀正在私底下進行著 好啦那這一期就在這邊做一個段落吧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一集再見囉大家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